嗨,大家好,我是阿熊 Osmo Pocket因为它的物理三轴稳定和小小的体积 特别适合用来作为车载摄影 但如果用到一些车载配件的话 往往需要花很长时间装载 那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个 用Osmo Pocket拍摄行车记录的小技巧 也就是如何一秒装卸车载Osmo Pocket 这一段影像是我上一个介绍墨尔本1000级台阶的视频片段 这里演示了用车载Osmo Pocket的连关下车动作 我当时基本上没有花时间去卸载摄像头 首先我们要去文具店购买一个蓝丁胶BlueTek 这款蓝丁胶在国内某宝上也有卖 价格不到十元 好 这是我们刚刚在Officeworks里面买的BlueTek 这个蓝丁胶 现在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取出来之后它有四条 一二三四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一条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一条拆开 我们把这个蓝丁胶收起来 然后把这个两边撕掉 这个 这个两边的纸可以留着 待会可以回收的时候用 先放一边 然后这么一条蓝丁胶 我们把它分成四部分 然后当中拔一下 把它均匀的分成四块 我们现在在这里选一个位置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差不多 是驾驶员的视觉的位置 把这四部分贴在这里 大概是这样 我们把它捏起来 然后把OSMO Pocket放上去 然后把OSMO Pocket放上去 放在正中 把四面的泥固定好了 把两边推一推 特别是左边和右边可以推得紧一点 因为它下面有个弧度 像这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 好了 我现在演示一下 如何回收这个BlueTek蓝丁胶 比如说我现在把视频拍好了 我们把视频关掉 那之后把机器关掉 好 然后可以一下子拔下来 放旁边 之后可以把这个直接捏起来 如果有剩余的可以把它粘掉 然后拿出刚刚的这两张纸 我们可以把它揉的长一点 然后可以继续贴在这两张纸上面 好 这样我们下次就可以再利用了 全部设置好之后 就可以一秒拆卸了 然后 一秒拆卸 一秒 安装 好了 我们可以出门拍视频了 这次节目就到这里 祝大家好 好运再见